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台股直播室成功 每一次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礼拜一到礼拜天 每天特别是早上的9点 跟着我们一起来观察 台北股市今天的开办 今天比较有意思 期指报价跌大概10点左右 你的看法说那怎么办 我觉得跌个20点也不错 也可以跌30点 你是看多还是空 多 那为什么希望它跌 没有什么希望 我的看法就在于 面对不管是 你在看任何一档股票或指数 它本来就会震荡会波动 不需要过度去关心 这5点10点的涨跌 而是在于你要做对 我举个例子 跟各位做个分享 这是到上个礼拜五 到上个礼拜五 叫做全胜 每一笔当冲加PSY 这到昨天还是持续 那你说讲这个干什么 我不是要跟你讲 我很厉害 我是跟你做个分享 人为敬叫明德斯 每一笔都对 那你就听我的想法好不好 如果我每一笔都错 那你要不要听呢 那当然也要听 你要反着做 假设我的看法永远都错 从来没有对过 那这个节目该不该看 你当然要看 因为我如果每一次都错 那你就跟我反着做 那假 那你明明知道是 每一笔全胜中 那你就听我的 做参考 那怎么看 加权指数呢 现在报价10932 那么跌13点 对不对 对这是事实 那接下来该如何去观测 应该站在多方还是空方 好一样跟各位做分享 第一个你要让自己 拥有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 你说所以我们什么事都不理他吗 不对 全世界所有跟金融财经相关的 你都要关心 你都要了解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 你不要去管任何外界发生的事 而是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知道 可是不要受到 这个讯息或消息面去干扰你 影响你 让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方式 不是说我们都没知道 当然要知道 可是不要受到它的干扰 所以针对不管是国际股市 或者是台股该怎么办 第一件事我会这么做 我就先看一下国际股市 电子盘的即时报价 我就先把它点来看 对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一秒钟 我们看即时的 看即时报价 电子盘即时报价 25069涨36点 你就看这一个就好了 其他就不用看了 目前早上9点03分11秒 那么道琼电子盘报价 即时25069涨36 所以该怎么看 应该要这样子做观察好不好 所以我们先从这里 做一个切入帮各位做个简报 首先我们先看 昨天美股涨跌互建 不管S&P500 都是上涨的 站在多方 道琼小跌 那么小跌幅度 也没有怎么跌 几乎都在平盘 我们去观察过去这五个交易日 就画面上各位您所看到的 分别从七月十七七月十八七月十九七月二十到昨天晚上的收盘收在 两万五千零四十四点对不对 昨天是七月二十三号 那么我会这么样子做我会在这里上下各画一条线后 我会把上方画一条下方也画一条 那么目前报在二五零四四 好那各位您告诉我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看呢 上方的位置在哪里呢 上方这个位置其实很窄 再跟各位报告 目前这个区间是很窄的 它随时可以往上突破 甚至于贯穿都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 往上看叫做道琼工业指数叫两万五千零九十点 往上 往下叫两万五千零八点 好也就是说道琼工业指数 在不管是接下来的今天晚上 明天后天未来一周未来一个月都一样 我的看法很简易 就是说如果道琼跌破了两万五千零八点 我的看法会产生一个连续性的极点 就是这个零八绝对如何它要去守 多头 这是多方大家的观察指标 大家都在看这个点 就是看什么 那你给我跌破看看 那跌破呢 你要提防连续性的沙盘会产生 好可是相对的 也不能涨过二五零九零 你知道吗 不能过二五对 如果道琼工业指数过了二五零九零 他就跟你表示了 我就是要看两万六千六百 一十六点 所以你说怎么看 我觉得好 主要会落在这两个区间 好那到底往上的几率大 还是往下灌杀的可能性强 好那我们就要看喔 我们怎么看呢 就好我们就来看 各位请看 这个是从昨天到目前 道琼电子盘的走势图 到现在 到现在的走势图 好那么昨天呢 我们特别在 昨天盘装在这里 这里是往下灌杀 有一个长长的下沿线 它是带亮的 那怎么看它一样 你就看这个点 这个点有没有被跌破 这个点被跌破 那么呢 二五零零八道琼工业指数 它就会够不住 它没破呢 没有破呢 好就出现这样 这样这样换 然后呢就用什么 用日经指数又空嘛 昨天最标准的 就是用雅股的日经 去做又空嘛 就希望空单进来 那你说到底是个又空 还是个又多 很简单啊 如果全球股市 在昨天呢 以日经做一个快速回档 然后 正常人一定是半空啦 我说真的 在昨天啊 那半空是有贏吗 如果半空是贏 那代表空方是胜的 那半空如果输呢 或是根本赢不了呢 那你要提防 它会有一个载空的动作 所以我们持续往下看 这是在昨天的盘中 好往下击跌 多方看起来岌岌可危 一个承接力道出现了 哇哇都不漏了 不漏了不漏了 来 过来 然后现在在这里 那你说怎么看呢 就把最大最主要的交易量 把它划出来嘛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大概我们看这一块就可以了 来 各位请看 请问我把这里划一个框框 合不合理 我会在这里有合理吗 我没合白会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交易量最主要 是集中在这个点 到这个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点 这个叫量能 它所产生的价格 是从这里到这里 没有 高点在这里嘛 低点在这里 就是这个主要的交易量 就是这点嘛 这边都是量缩的嘛 主要是在这里嘛 好 那你就来比对嘛 比对什么 比对到现在嘛 那么请问 现在的交易价格 是在这个主交易量的上方 还是下方嘛 如果是在上方呢 代表它是一个正向的 往上做推升的 那反之呢 如果是在这个主交易量 所产生的价格的下方 你要洗掉了 那代表说 我就是要往下沙盘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 所以我看来看去 这就多方啊 它目前我的看法 在做一个又空的动作 所以你要洗掉了 那你说万一它沙盘怎么办 没有什么万一的啊 万一沙盘我们就做空就好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是 复杂的事把它变简单 这个叫效率嘛 就是我们你要有效率 我再举一个礼拜天 我不是在前天礼拜天 那么我们办了一个说明会嘛 说明会场里面 我们这一次的说明会 特别提到一个 叫波段移动平均法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去观察 观察什么 最近期以来 从最高点到即时 从最高到即时 去算它的K棒数 算它的K棒数 10基 20基 还是30基 不管 把从最高点算到现在 那请问各位 如果从最高点算到现在 那代表这个是什么 代表这个数字是什么 这个数字叫反压 那反过来讲 我从最低点起算 到目前即时 所得出的平均交易价格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多方 一个叫空 一个叫多 正常的交易价格 应该是落在哪里 这个空跟这个多的中间 那如果现在的即时价格 在这个空跟这个多的上缘呢 代表加空 那反过来讲 现在的价格在这个多 跟空的下方呢 那就准备要杀盘了 要杀多了 那现在呢 现在都维持在 这个多跟这个空之上 你说真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看一下目前最新所有朋友 好 我们来看 画面上你所看的 现在加权指数是包价10930 没有错吧 好 我们看即时 你可以做个笔记的 一个叫10923 就是说加权指数 算你便宜他了 10923 现在10934 一度最低10925 我敢欲别说 好 来 现在924 跳一条片 现在不是10924 没有错吧 现在加权指数即时报价是10934 也就是他还在这个上缘10点 你说这么厉害 很厉害 哇厉害 就叫你厉害 就这个叫波段移动平均指标 就是说第一种 我们用人去算的 用人去算很累 你不就盘中整天 都一直在那边算 第几根再算一次 第几根算 你也很累 那为什么要有电脑 交给电脑帮我们统计就好了 目前是属于多还是空 那我们去观察 观察这个波段 目前它是属于多方的推升 还是空方的一个下修 好 我们看底下 底下不就是我们的最大效率化吗 什么效率 叫PSY嘛 什么叫PSY PSY也就是说我也不理会你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到底该怎么做 你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就是在这个波段的波动的过程里面 我要做对 我要赢 那我怎么赢 那你一斤把它点下去 那你把它刺下去 PSY正五时你要站在空方 负五时你就站在多方 你就会是最大赢家 所以再放大 各位注意看 你要注意看 好 如果我看看不懂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 你说消耗门 到现在加权指数已经69点 也要安装 他为什么要69点 他当然也要69点 因为他69点 我们才有另外一次的机会啊 来 我们来看喔 这里叫10984 我再放大好了 这叫做10984 这叫做10901 好 你在10984 请问你这应该做多少做抗 这半抗 你说我绝对是藏款 抗在中华民国最关键 对 这里呢 这里叫加权指数10901 你在这里做多呢 敢有人做贏你 没有 那你说 为什么今天是到目前为止 下跌20点 很简单的啊 因为他最好跌下来 因为他如果没有跌下来 他往上涨呢 你说那我们不就进场控他 对 所以他跌个20点 合情合理啊 哪里不对 来 你自己看 拉近 请问你有哪里不对吗 你说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已经到-24了 来啊 来啊 等他来啊 -50我们就做多 就这样子就好了 这样你会怎么做 复杂的事把它变简单 叫效率 你应该跟我一样 你应该跟我一样 你不用担心 你也不会怕他 来 换着他 你说现在是要怎样 你关你怎么样 我们应该就说 我紧紧紧 你对你自己有信心 你今天就是会在最低点 做买进最高点空汤 那就好了 那怎么做 两份照片跟您做分享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机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档不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互不为营 战斗营挡挡挡暂停 顾得头顾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空也行 行情任我行 上上跳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台湾战斗营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财运亨通 请拨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机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档不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互不为营 战斗营挡挡挡挡挡停 顾得头顾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我要给你奔赏 不 不要 我现在请 三个要 五个不 预防禽流感 勤洗手确实消毒 肌肉 但要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勤肉弹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喂食 不接触 三要五步勤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我们到10927 我的看法了 我们看一下报价 10926.4 真的了不起 今天我们去观察 加权指数每一分钟交易量 跟交易这样 我这时候没想到跟你说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 因为讲了 我又怕他又停在那里 很讨厌 那整体上 今天如果去看单一分钟 就是我们开盘不要看 看加权指数 今天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即时 加权指数每一分钟 交易量 每单一分钟 每一支 那最主要找盘开盘 我们把它跳过 跳过人过你知道吗 剔除之后我们去看 单一分钟一直到现在 9点16分 那最主要最主要的交易价格 比较明显的 是发生在 1万控9277点 对不对 那你就看这个点 可是相对的 你说那国际股市怎么办 你要背起来 我觉得你要背起来 第一点你要有一条算 叫25008道琼工业指数 不管是今天晚上 明天未来一周 你只要看到道琼在25008之下 要麻烦你 你就要保守 要偏空 你知道吗 你在做法上面 你要保护你自己 你要站在空方 相对的 如果你在今天晚上 甚至在明天 甚至在下个礼拜 下个月都一样 只要道琼工业指数站在 250090面上 你就千万五湯半康 你要强迫你自己 如果不想做多 你还是多 你知道吗 你就不要跟半康 不然你卖走 不然你会重伤 我在讲一遍 你会重伤的 为什么 来 看这里 我们不在这一天吗 7月13日 礼拜五 对不对 7月13日 礼拜五 7月16日 礼拜阴 7月17日 礼拜二 来了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勇 这个勇的位置在哪里 在25008 我们来看一次 7月17日 我们当天节目上也好 不是跟各位报告吗 来 各位请看这里 这个点 这个点 在哪一个点 这个 这里 这里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点的位置叫 25008到25031 所以多方的底线 一直到今天为止 都在25008 空方呢 叫做250090点 这不是我一个人在看 我说一遍 来 各位 我只拿真实已发生的现况 跟你做简报 这样OK吗 至于我不做猜测的啦 因为猜测不会猜对啦 有这么看吗 即使吗 来 这支 帮我 我们看这一块 这一块 对 这一块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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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来 这支 保证是这支 这支 6月15号 今年6月15 就要有250090点 这样你知道吗 就是不可以过这个点喔 看着它 这个点如果过了 就是强加空 就是2万6 你黑白做 你会输得糟糕 我跟你讲真的 我宁可你不做 我没有要你去做多啦 可是 如果道琼真的过了这个点 我跟你说 你也不用管川普讲什么 也不用从什么官吏 钢税什么5000亿的报复性官吏 那些都没重要 一来起 你把扑坑你就是输啦 我跟你说是真的啦 反之呢 多头呢 一样 我们讲过了 空方就是这个点 叫250090点 那多头的位置在哪里 多头就在25008点 就这么窄 它就是这么窄 那如果是这么窄呢 现在刚好在中间 对不对 所以你就去看电子盘的报价 哇 250070一直起起来 来这里 这个 250070 它是不是领先啊 一直吐起来 一直吐起来 所以你要洗去 怎么做 那就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叫效率嘛 那我们的效率是什么 我们的效率叫做 持续全胜中 每一笔 那既然是每一笔 就照着这么做啊 怎么做呢 PSY这个数值到正午时 就把它扑坑了 复午时就把它做多 算你都不要插了 你知道吗 你说难道不会输吗 会 我已经跟你讲了 PSY没有停损 只有亏损 它只有亏损 你知道吗 我举个例子 来给我请看 持续全胜 就是从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以来 每一笔 当冲加PSY 每一笔 就是我有发简讯给你的 你收到简讯的 你进场的 你进场了 你照着这个简讯进场的 成交了 然后成交了 到目前为止 每一笔 你没输到一遍 所以 为什么你没输 因为PSY到目前为止 连胜 我就输你叫我 我们看底下 第二图 你问我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PSY没有停损 也不需要设停损 也没有停力 它没有停损跟停力 它就是说 因为PSY这个指标 它本身是零 叫零种 然后呢 它会在这样子上下 波动 这个波动的过程里面 它来到正午时 你要站在空方 那来到负午时 你要站在多方 可是不是空 这里空 然后来到这里 空单回补 多单进场不对啊 那我请问你 七月十到 你在这里空对不对 对 你如果说在等负午时 那请问你 从7月19到现在 有出现过负午时吗 没有耶 有啦 昨天后来这里沙盘 有一次负午时嘛 就这个嘛 这个 是不是台到这里 这个是哪一个 这个就是这一个啦 是不是沙沙杀到负午时 才有这个反转拉台嘛 没问题吧 好 也就是说 你不能空就一直要等到负午时 不对 零轴 这个中间叫零 正午时叫买力耗尽 买力耗尽 他已经没有力量再买了 你就空他 复时叫卖方衰竭 他 他没 无能力再卖了 那怎么办 那就买进啊 那买什么 买这里 买这里吗 不对 买这里 这里就可以走了 你不要小看一点点耶 我不管你二十点 三十点 四十点 二十点 一句话下来是四百点 三十点 一句话下来是六百点 我现在跟你说都是一边而已 你不要去小看 我一笔要大赚 一笔大赚 你就要用波段移动平均指标 这个部分 我没有再提供这个指标啦 我有教你啦 我有教你怎么去算啦 那么所有的成员 你是VIP特的 我会发到你的手机简讯 就是说 当波段移动指标是多方 我就给你买进 好不好 当他来碰触 我就教你加码 可是当他如果出现交叉向下呢 我们就把它放下 就这样子而已 这个部分 是VIP特 这样OK吗 那底下我们一般 我们就是PSY 跟党充 PSY就是正50就站在空方 副50就站在多方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这个叫效率 我们效率是什么 我们效率就叫PSY 这个就叫效率 我们今天在金融市场 任何业者讲得再怎么精彩 不就希望能够让你 每一笔都对吗 欢迎各位捎带 可以跟我们服务员联系 那么也祝福所有朋友 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PSY正50 护士 我们就给它办康 护士就准备做多打赢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本投股公司 予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早上九点开始 定期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快乐战斗营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空也行 行情任我行 上上跳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财运亨通 请播0225783000 25783000 机飞万点 勾望发财 PSY高档不空 PSY低点翻多 战斗营互布围营 战斗营挡挡挡掌停 顾得头顾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二十二号那位先生 这位原理直言访谈员员 你要拜访 我有时候要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 先生 政府每月二十二日 那周办人力资源访查 是有原因的 为了了解多少人就业失业 才有实战的依据啊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设访资料我们都绝对保密 人力资源探查 希望您的支持 您的新台币已经超额 会被海关没入哦 依洗签防治法规定 每位旅客出入国境 携带超过新台币十万元 需向海关申报 如未申报 超额部分将由海关没入 若申报不时 也会将超过申报部分没入 如实申报 则会退运超过